陈浩 我想和你好好聊一聊 没什么好聊的 咱们分开了 也不至于连朋友都做不成了吧 当初你走得那么坚决的时候 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想和我做朋友 要么我们跟他聊一下吧 我们不是同一所大学 所以一地了四年 毕业之后同去了一段时间 分手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两个人不太合适吧 但是那时候的生活还是挺美好的 那时候两个人过得确实很开心 即便有什么不愉快也都坚持过来了 我也是想好了才过来找他的 看他的样子应该是把今天什么日子都忘干净了吧 结束异地之后 我们就住进了我们向往的那个家 但以前没有的毛队也渐渐浮出水面 他不理解我工作的辛苦 我也体谅不了他刁脉任性 所以就分开了 他总是工作得很晚 经常跟我说他在加班 可谁知道他到底在不在加班啊 每次吵架的时候 他都说各种杀人的话 然后摔门就走 我记得我们分手的时候 看的最后一场电影 都没看完他起身就走了 我只是觉得这段感情应该结束了 有些人会同时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 但是你只能选择一个 我觉得分手这种事很正常 但是出于最基本的尊重 也要给彼此留一个空窗期吧 如果这六年的感情 他说放下就放下了 那可能是我爱错了 的确这六年很让人怀念 但在一起时间长并不能说明什么 虽然我们算不上和平分手吧 但我也没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 无缝衔接给一个人带来的伤害 是你想象不到的 我知道我们两个并不适合彼此 所以早一点分开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我爱他他感觉不到 我说一万句都没用 这六年就好像一把锁 因为喜欢和习惯 一直把我困在过去 我每次想分开的时候都觉得可惜 但我不想让这段失败的感情 再束缚我了 我真的不知道这段感情 对他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但我真的不想放弃 才回来找他的 留不住的东西 我还是离远一些 毕竟以后再回来 伤到的还是我自己 我肯定想的 男生如果生活压力太大 我推荐玩一下这款游戏吧 开局选道士 召唤轮轮年压boss 而且福利爽暴率高 帮不转的同时 可以减轻生活压力 现在评论区置顶链接下载 上线还有红包里 两个还有什么话 前面都不用说 你还愿意和我再说一次吗 咱们分开那么久了 你能不计较从下了吗 我都已经回来找你了 我还记得咱俩分开的时候 你对我说的那句 到底怎样我才可以离开 我就知道咱俩真的不合适 你不要再把不合适 当借口了好吗 对 不合适是借口 两个人在一起 是要互相磨合 但重点不是磨合 而是互相 我不想是 不是因为咱俩不合适 而是你的回应 让我觉得不值得 以前每次分手 你都会来找我 这次我也改变了很多 你能再考虑一下 每次分手之后 我回来挽回你 是因为我不想 因为我的一次不坚持 就失去了 但是你离开之后 那段让人难受的日子 已经过去了 我也就放过我自己了 以后我还是别联系了 最后再祝你一次生日快乐